餐厅里冒出局红色火光 熊熊大火不停燃烧 夹带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火声一发不可收拾 整间餐厅瞬间陷入火海 餐厅老板接到电话后 赶紧抵达现场查看 我们刚打烊啊 打烊 对啊 我是回到家不久 在看电视 然后消防局打电话给我 这起火警意外发生在高雄小港区 一间警官餐厅突然窜出大火 消防人员货爆后 赶紧出动20车43人 从四处补下水线全力救货 火车在一小时后顺利扑灭 这间警官餐厅已经经营20年 去年才花大笔费用重新整修 如今许多咖啡机身材器具都被烧毁 初步估计损失大约300万元 让店家非常心痛 相信其火原因还有待火钓人员调查理清 华氏新闻综合报导